马王山 看似其貌不扬的两座山堡 却将人们带入了时光隧道 穿越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王朝 陪伴新追妇人沉睡千年的 不再是青铜棋 而是一件件精美的棋棋 出现在错愕的世人面前 那些华丽非凡的棋棋 象征着牧主人高贵的地位 光于影的变幻 色于彩间的流淌 展厅里的渐渐艺术 引得观众流连驻足 人们惊叹古人的鬼斧神功 都像一包艳符 马王对墓葬中渐渐神奇之物 但真品无法展出 复制成为唯一的选择 那么采用何种工艺 进行复制马王堆漆器呢 1972年马王堆出土世界 是世界十大新闻之一 十大新闻其中有一件就是 中国马王堆漆漆 那个马王堆漢木出土 结果他们先找的是故宫博物院 要让他们复制 故宫博物院说没办法 后来他们又找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没办法 建议你们到福州去看看 然后来我们派了三十几个精英过去 搞了两年多 给它复制出来 因为马王堆漆器 复制的这件事情 应该也是我们福州脱胎漆器 行业引以为隆的一件事情 那么 什么是脱胎漆器呢 张师傅首先在准备好的模具里 刷上一层由肥皂为原料制作的脱胞剂 然后向内涂抹石膏 在石膏干后将模具取下 模具不仅提高效率更降低了成本 经过修整一个石膏内胎制成了 不过这还不是脱胎漆器的胎 这是一种瓦灰与生漆调和而成的混合物 瓦灰是由旧瓦片研磨成的粉状物 分为粗灰中灰细灰 先用粗灰调和后 在石膏胎面上刷上一层进行打底 之后将修过漆的麻布在石膏胎上逐藏表背 对器物进行胎骨封骨处理 这样可以防止瓶体因水分有害物质的侵入而腐败变形 纸漆器的麻布是一种特殊的植物叫做重麻 表背完银杆后将漆与中灰调和涂抹 以填充麻布的缝隙 再带银杆就到了结实真相的一刻 即时用木棍有节奏地敲击着台体 石膏内胎片片落下 所谓的脱胎就在于此了 悠悠中华 七色流光 在中国 西翼有着七千多年历史 从清代开始 福州脱胎起起一军突击 独领风骚数百年 铸就了诸多神起 而这个神起的缔造者便是创造 福州脱胎七起记忆的鼻祖沈绍安 因家贫无前读书 早年当学徒学习七意的沈绍安 在双抛桥开了一家小七起作坊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在城隍庙修理匾额时 渐扁额表面七层虽日久褪色波露 但七灰麻布的底骨依旧十分坚固 这一现象引起沈绍安的深思 经过研究将夹注计法还原 并在手法材料上 创新了一种新型气工艺脱胎起起 夹注它实际上是有两层行业 一层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在木头上面把这个麻布夹在中间 另外一种叫做夹注脱空胎 等我这个麻布跟神气表辈 整个脱胎七气的这种工艺完成以后 它七不是会干吗 干完以后我外面就成型了 就把里面的胎给脱掉 这叫夹注脱空胎 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脱胎七气 六朝时期佛教圣行 夹注计法被大量运用于佛像的制作 随着唐武宗灭佛 这一技法逐渐是传 因灭佛而回的夹注 现因神绍安在庙里受到启发而重生 不能不说是机缘巧合 清代的复注 民间宗教信仰蓬勃发展 各种宗教意识和活动 对于七气造像的需求随之增加 因此推动了脱胎七气的发展 今天 复注西产寺里供奉的一百多尊大佛 就是上世纪末的脱胎七气造像作品 中国的森林资源丰富 取自此处的某种东西 孕育了全世界惊叹的美 那就是生气 一种由树叶制成的粘性液体 割七人用棒壳割开七树皮 露出木质 将刀口切成斜形 再把棒壳或竹片插在刀口下方 用此方法来取七 这些长满刀眼的七树 使割七人辛苦的见证 七树种植七年才可下刀 口子每隔十天隔一次 两年一休 这样才不会对七树有损害 为了延续大自然的馈赠 七农们严守着山林的规矩 在福建境内 这是唯一的一家炼器厂 在这里 工人们依旧遵循着传统的炼器方法 过筛 绿漆 下盘亮晒 越是珍贵的东西 淬炼的工具 越是简单 漆的可贵性 让工人们异常地珍惜每亿利器 为了得到细腻的器业 手工艺人们总是不辞心疗地挥洒汗水 福州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常年温暖湿润 雨量充沛 气候非常适于生气沉没 在福州 只要有一个阴房 就可常年进行漆气阴干工作 水 土 漆完美结晶 大漆在阴房中呼吸生长 形成自然生动的生命痕迹 与质朴的养趣 这是化学期所无法取代的民族精粹 大漆的特点就是 大漆的坚木干掉以后 它的生命都是存在的 对 所以木材能够毁掉 虎烂 气不会虎烂 就大漆 最好的特性就是这一个 大漆彻底干固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就是福州脱胎七漆 制作周期长的原因所在 神奇的大漆在气物表面收放气幅 细腻的斑斓流淌 被折射的光色表达的维婉又致 加上它耐酸耐碱 耐腐蚀的特性 因此 用大漆制成的漆漆历久弥新 于是世人才有眼福 一读马王堆两千多年前的精美七七 七千多年的七文化 中国人收获着大自然的馈赠 清清十多年 清清十多几七夜 用那带有粗糙感的双手 抚摸出了世上独有的美丽 在遥远的和睦都 它是七文化的萌芽 在楚汉 它是尊贵的青铜器 墨了光彩 在唐代 它是辉煌的配角 在宋代 它成为简约的代表 在清代 它将独具东方神韵的美 分享给了全世界 1975年 福州发现了一座南宋时期 一位女贵妇的墓葬 墓葬一共出土了七件七七 全是女主人黄生的生活用具 七连中的七粉盒 梳妆时的七镜甲 刺绣使用的七缠线板和七木齿 我们可以想想 女主人对镜贴花黄的妙丽景象 这是福州发现的最早的七七 它表明在当时 七七已然与福州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宋代的时候 福州应该说七七的整个产业是比较发达的 因为宋西宁年间就是光复在我们福州这边 专门设立了一个七座 就专门制作七七的 南宋都城维林安就是现在的杭州 长江以南的地区成为南宋的经济中心 因此福州的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 七亿制作开始形成规模 悠久的用漆传统 精湛的炼漆技术 不难想象 为何清代沈绍安以后 福州成为了中国七七制造的繁盛之地 鸦片战争爆发 福州被批为五口通伤口案之一 作为福州手工业最响亮的金字招牌 神式七七开启光辉灿烂的外销之路 外销同时也刺激了脱胎七七的发展 因和西方人需求的咖啡杯等日用品随之出现 脱胎七七在福州这个母体中 孕育出了不同面貌的子孙们 由于制作周期厂 用料烤酒 手工精湛 神绍安七七 逐渐成为高档商品 被视作尊贵的象征 中国最尖端的就是三个门类的工艺美术品 一个就是北京的景泰兰 因为这个都一定的历史 还有它有一定的精湛的工艺 还有就是景德镇的陶瓷 北京的景泰兰 还有湖州的七七 所以当时这三件就被国际上 评为中国三宝 怎么会评 通过什么渠道评呢 通过那个就是 现在讲那个国际波浪会 是福建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最鼎盛的时候 一年创会四万两百亿 所以得到那个 慈禧太后非常高兴 就赐给我们这个 沈正浩跟沈正群 四瓶鼎台 那四瓶鼎台是 应该是给予很高的荣誉 如此高的荣誉 神家七七顿时名声大造 沈正浩制作的竹根瓶 荷叶瓶 提栏观音 被誉为福州脱胎七七三宝 生活与艺术不是对立的两极 仙人们将美好的心意 悄悄揉进平淡的生活 福建素有十里不同风 一乡有义俗的说法 脱胎七七作为在福州 土生土长的工艺美术品种 在其成长过程中 已受到了福州民俗的浸然和影响 明清以来 地处东南异域的福州 远离中央政治中心 再大的政策法令 到了这儿都已时过数日 政治观念薄弱的福州百姓 对实际问题更为关注 脱胎七七 实用又美观的特性 十分符合福州人 讲求实际的人文特征 由于脱胎七七 艺术风格多样化 传统的七色已远远满足不了装饰要求 沈绍安家族 开创性在其中加入金银箔 创造出箔料技法 使得作品银寒光泽高贵典雅 自此 金银箔纸成为福州脱胎七七中 必不可少的极具特色的材料 为什么沈绍安家族 会将此类物品加入表面装饰呢 从福州古老的民宿中 我们可以找到他们的渊源 每逢年节时刻 巨星佳祭是福州的传统 祭祀中的纸钱就是由金银箔纸制作的 在门缝里夹着金银箔纸 以示金银多到从门缝里盈满一出 象征明年能发大财 福州人对于金银箔纸的特殊喜爱 使得他们在制作漆器时 将二者作为重要的装饰材料 嵌入作品中 在时脱胎漆器锦上添花的同时 也赋予了他吉祥富贵的象征 二十世纪初 外国商人、传教士等纷纷涌入 中西文化的碰撞下 在苍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生活区 在这里 沈绍安的五世孙沈又兰 创立的兰记开张了 如果说沈绍安是近代中国民间七七的一面光辉旗帜 那么无论时光怎么流逝 兰记始终是最能光耀这面旗帜的电号 分点地跨上海、香港、新加坡、越南 可见神势七亿在东南亚的影响 时过境前 如今唯有塔亭路五十三号的兰记总殿 依旧屹立如故 可惜现已作为居民住宅 走进这座中西合璧的老房子 从内部院落空间透明的玻璃房顶 依旧能感受到当时前殿后场的繁忙景象 游游民调 缭绕耳边 回首百年 福州七起黄金时代 由政绩造势 循迹续持 兰记接礼 方生水起 为中国的七亿是天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神绍安家族在继承传统修饰记忆的基础上 又有哪些独具匠心的发明呢